屏东东港 一个充满海味与人情味的小镇 来上一碗最道地的Q妈妈饭汤 是一天精气神的活力补给 找到一间矗立在福德项 与盐屏幕交汇的Y字路口的福安宫 在他旁边的小摊子就是了 必点招牌汤饭小碗40元 大碗45元 不加味精 清淡不中咸 饭汤主打一个原汁原味 汤头不油腻 浓浓古早味 而且饭量十足 是名副其实的铜板美食 汤头不油腻 浓浓古早味 而且饭量十足 是名副其实的铜板美食 汤里的鲜鱼肉块 肉质Q弹 带点皮下层或杜边的软嫩口感 每一口都充满了大海的气息 再加上樱花虾 白虾 鱼丸 笋丝 芹末等多样配料 让每一口饭汤都充满了惊喜 饭汤有加肉燥 为汤头增添了浓厚的咸香味 是饭汤的灵魂所在 饭量很多 吃得超饱 搭配上其他配料 不仅口感丰富 还能感受到 一股古早味的温暖 饭汤的真谛 就是浓郁的古早味汤头 咸鲜的肉燥香 会集成一整碗满满的美味 汤拥有全世界 饭汤的真谛 就是浓郁的古早味汤头 咸鲜的肉燥香 会集成一整碗满满的美味 旁拥有全世界 在地经营20余年的烧肉饭老店 即使在现在物价疯狂上涨的时候 店家依然维持铜板价 位于林亚区福德三路 及河北路的交接处 远远的在马路上 就能看见店家名艳的大红色招牌 一道用餐的尖锋时段 总是人潮爆满 内用更是做无虚席 就连外带生意 也是一单接一单 不过店家动作蛮迅速 通常也都不会等待太久 浸泡在深褐色的卤汁中 经过一段时间卤制的豆腐 卤蛋 即供完看起来都已经相当入味 远比卤菜还要诱人的 当鼠混合着炭香味的烧肉 还未抵达店家前 就已经闻到扑鼻而来的烤肉香 而炭火独特的烟熏香气 也都紧紧附着在每一片烧肉上 烧肉饭45元 用无肥肉及油脂部位 经过腌制在炭烤后 表面是入味的酱汁色 带有一点炭烤痕迹 整碗饭都散发出微微的炭香味 肉质吃起来偏浅有嚼劲 但是不会柴 越绝越香 咸度搭配白饭 刚刚好 卤肉饭45元 卤肉都已经卤制的很入味了 瘦肉部分不柴 也因为经过卤制吃起来 还会带有一些肉汁 很下饭 紫菜汤20元 每一碗紫菜汤都有满满的料 卤筍钱20元 绝对是搭配烧肉饭 及卤肉饭的最佳拍档 高雄三明区的喜丰街 老牌羊肉专卖店 在地飘香30多年 地点就位于三明区的喜丰街 专卖店位于高雄市 三明区喜丰街100号 距离高雄市公车站 热和二街口走路2分钟 店家的料理区在店门口 一区为羊肉汤的料理 炒锅里头则是负责炒羊肉 炒饭 会饭等 喜丰街老牌羊肉做卖店 调味料提供秘制辣酱 店内当归羊肉汤是店内的招牌品项 汤头温润醇厚带骨肉香气 油脂芬芳更寸托出羊肉干美 还有姜丝化融点睛呢 羊肉偏受肉感软嫩 所以汤头更是鲜咸 当归羊角筋汤两只大骨头霸气上桌 汤头比起羊肉汤更加温润 里头的骨髓还可以用吸管来吸呢 来一口骨髓再配一口汤最次登对 炒面有下功夫不是常见的拌面 内行人还会请老板切点生辣椒来炒 香辣感与沙茶之味来的浓鲜和度 更寸托出羊肉烧感 用餐环境算是怀旧的小吃街边店 油味带为主 内容提供纸巾 温有口中第一名的羊肉汤 超浓郁汤头加汤要加价也要加 隐藏版羊蛋鲜果这里也吃得到 男子总店已经从长德路搬家到男子车站附近 门市位于朝明路巷弄里 一样提供现点现烤的招牌风味锅盔 还有新推出超可爱的小锅盔 另外还有微辣的巴东酱牛肉锅盔 甜香好吃的芝麻花生锅盔 及每一口都有浓郁肉桂香气的焦糖奶油肉桂锅盔 新推出的小锅盔不加酥油 面团需要醒面制作 再贴炉烤 肉馅选用猪五花肉加后腿肉制作 还有葱 姜 蒜 小茴香 月桂叶 白豆蔻 胡椒等辛香料 小锅盔放入大约400度的陶制摇炉现烤 一颗一颗贴炉超辽 小锅盔烤到完全金黄 让口感更酥香 葱肉小锅盔40元 肉馅是选用猪五花肉加上后腿肉 滋味咸甜 富含层次风味 新推出的葱肉小锅盔很可爱 不加酥油的面团烤到金黄 口感蓬松清香 黑糖小锅盔25元 爱吃甜就选择黑糖小锅盔 趁热享用会爆浆 吃起来甜香不腻 巴冬酱牛肉锅盔60元 老板使用十几种南洋辛香料 小火慢炒 加上独门酱汁制成的巴冬酱 牛肉馅一起烤 锅盔是将馅料包入面团里 成扁瓶状再放入瑶炉现烤 刷上特制的巴冬酱 清香微辣 怪味锅盔50元 猪肉馅加上些许芝麻花生及红糖 吃起来咸咸甜甜很涮嘴 一定要点辣味更好吃 推荐必点 梅菜猪肉锅盔50元 酥酥的饼皮 加上满满的梅菜猪肉馅 咸甜香醇 肉桂爱好者 一定要试试 焦糖奶油肉桂锅盔 麦芽糖 加全汁奶粉制作糖馅 刷上一层自制奶油 撒上红糖 再用喷枪炙烧 还有满满的肉桂粉 酥酥甜甜的 充满浓郁香气 糖馅甜香不腻 锅盔加上奶油 红糖炙烧 有迷人的糖香味 最后撒上满满肉桂粉 完全满足肉桂控的味蕾 芝麻花生锅盔50元 喜欢甜口味 也很推荐芝麻花生锅盔 全新升级的芝麻花生 使用低温研磨的黑芝麻和花生原粒 再加上花生酱 芝麻酱调配 香气非常浓郁 烤成长条饼皮的口感 也更薄脆 花生芝麻锅盔 口感薄脆 有浓郁香气 传统中国糕点状元糕 流传至今 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 在古代是许多烤生在考试前 会买来吃的一道甜品 祈求金榜提名 今天要来介绍一家 位于凤山的隐藏版状元糕 除了卖状元糕之外 还有卖凉面 而且价钱超佛新 这家状元糕 原本的摆摊位置 在光源路靠近中山路的地方 后来一地方 在光源路上靠近两勃羊肉 多了内容的空间 让前来的客人可以短暂的享用 热腾腾刚出炉的状元糕 凉面的口味都蛮基本的 猪肉 鸡肉 鱼板 素食 还有三种面条 可以依照个人喜好 挑选 状元糕有黑糖 花生 芝麻 杏仁 炼乳 肉扫 五甜一咸六种口味 重点 他们家七颗才卖五十元 十颗才卖七十元 真的五告俗 状元糕不常见的原因 是他的前置作业 真的很繁琐 你将淹没而成的时间很长 现点现做 还是必须要将其碾碎 七颗五十元 真的可以全部口味各来一颗 直接菜单上给他点一轮 多人分食的话 也可以依次点十颗 蚂蚁人的话 最推荐的是黑糖口味 可以直接咬到黑糖本人 而且刚起锅热热的时候 还有点流心感 长辈们最爱的花生口味 也是香甜可口 放凉后QQ的也好吃 芝麻真的馅料 用得实在 不是那种微微点缀而已 是很有料的芝麻馅 而且浓郁的香气 让人难以忘怀 咸的口味只有单一种 就是肉扫 他们家的肉扫 也是老板娘亲手制作的 他们家的肉扫 是甜咸味的 跟状元糕搭配起来 一点也不冲突 肉末很细碎 融合在一起 就是满分的口感 微微的咸度 可以中和掉甜 带来的逆感 总之肉扫口味 真的让人为之惊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